美国联准会上个月表示将逐渐的减少收购债券 暗示美国宽松货币政策可能会提早退场 那么这个消息它昨天也已经证实了 国际股会市以及原物料市场受到打击 台湾的上半年房市已经有明显回温的变化 那么台湾下半年的房市是否会因为QE可能会退场有变化 我们来看 美国联化宽松政策逐步退场 全球股会市都有受到影响 然而资金涌现的台湾房市 会不会也因此面临资金退缩的风险 成为下一个房市关键 但QE对场这个资金可能会亚洲新一国家就会退出 那美国因为它资金进去的时候 它可能会通膨 怕通膨就要利率提高 那亚洲新一国家像说中国大陆像港台湾等等 那个资金的水位会降低 然后利率跟着提高 这样来讲市场的景气就应该会反转 今年开始台湾房市逐步回温 根据内政部统计 全台建物买卖已转动数 比起去年同期成长了两成 而房价也是逐步上扬 台北市中古屋均价已经来到了每平65万元 西美市则是每平31万元 房价都是不跌反涨 市场相对对于这个资金宽松 这个这样的一个议题里面 大家就担心资金过剩 然后会造成一些通膨的这样压力 所以我们也看到很多有闲置资金的客户 其实我们现在看到整体的成交里面 我们的资产值从之前的大概20几%到30%这样的比例 占到目前已经大概资产值能占到44% 不过随着QE退场 奢侈税逐步修正 下半年房市究竟如何变化 还是有不少变数 联合报江苏涵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资金